近些年来,有不少威胁人类生存的致命病毒抛头露面 只不过经历新冠犀利的人类似乎都有些麻木了 然而最近,一款来自德克萨斯的病毒让人不得不防 专家警告,一旦蔓延开来,比新冠要严重100倍 说起这款病毒也并非横红出世 可是早在2000年初就有被记录 最近的一次2020年 当时这种新型H5N1禽流感变种病毒 被发现时已迅速在全美各州的野生鸟类中扩散 并且影响到了养殖家禽与家庭饲养的鸡群 当时其实就引发了一场禽类农副产品的价格波动 然而现在,他们把魔爪伸向了哺乳动物 全美有四个州的牛群已被发现感染此病毒 昨日,联邦健康官员公布了一名早先德克萨斯州奶牛厂工人 感染该病毒的具体病情 美疾控中心早在本月1号报告了一例 人感染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感染病例 据美疾控中心最新的通报 这名感染者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商业奶牛厂的一名农厂工人 于三月底出现结膜炎 随后被确认H5N1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除此之外,美国的邻居加拿大 食品检验局CFIA在最新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加拿大的奶牛或其他生柱中检测到H5N1 并且正在密切监测情况 但安省奎尔夫大学的一名教授表示 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会出现而加拿大不出现 因此如果加拿大出现 感染病例也并非没有道理 病毒研究人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警惕的H5N1型禽流感病毒 现在可能危险地接近引发大流行 研究人员说,包括牛、猫以及人类在内的多种哺乳动物的多宗感染病例 都增加了病毒变异 且更具传播性的风险 比如德克萨斯州有三只猫被爆感染H5N1病毒的死亡 但出席简报会的其他人表示 现在恐慌还为时过早 因为最近的病例仍有太多的未知因素 不足以拉响警报 白宫代表表示 目前正在追踪美国的禽流感疫情 并补充道 我们将认真地对待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截止到目前为止 美国六个州的12个农场报告了其奶牛感染H5N1病毒 其中德克萨斯州有五个农场 以及新墨西哥州 密歇根州 俄亥俄州 爱达河州和堪萨斯州的农场 我们说回这个H5N1病毒到底什么来头 为什么让专家们谈毒色变 对这名奶牛工人进行的检测显示 该患者的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 变得更容易的传播 参加这次简报会的有禽流感研究人员 医生和政府官员 他们对人类出现禽流感病例感到震惊 疫苗制药行业顾问加拿大制药公司 BioNagari的创始人 约翰·富尔顿在收到媒体讯问后组织了这次会议 匹斯堡禽流感研究员苏雷石·库奇·普迪博士 在新闻发布会长警告说 这种病毒多年来 甚至是数十年来一直位居流行病名单之首 我们现在正危险地接近这种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毒 H5N1病毒已经表现出潜在大流行病毒的几个重要特征 所以这种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特别是这种病毒通常被认为是其类病毒 它已经显示出能够感染包括人类在内的一系列哺乳动物的宿主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种之前尚未出现的病毒 而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 并且已经感染了一系列哺乳动物正在传播的病毒 因此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具有最大流行威胁的病毒 很明显它已经出现了 并且存在于全球范围内 现在确实是我们该做好准备的时候 根据自2003年以来记录的887名H5N1病毒感染者中 有462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H5N1的死亡率为52% 相比之下 新冠病毒目前导致感染者死亡的人数不到0.1% 尽管在大流行开始时 这一数字约为20% 自2020年新型潜流感出现并在世界各地传播以来 26名H5N1病毒感染者中已有7人死亡 死亡人数接近30% 一些专家警告说 在更严重但罕见的情况下 H5N1可能会感染呼吸道引发肺炎 它还可以感染其他部位 例如眼睛从而引起炎症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微生物学家 Gabro博士警告说 尽管人类病例很少 但目前H5N1的死亡率为50%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对受感染的奶牛进行研究 以确定该病毒现在是否能够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 但专家表示 受感染的奶牛昏昏欲睡 食量减少 产奶量减少 但它们并没有因感染而死亡 但目前尚不清楚奶牛是如何被感染的 是通过接触感染的粪便 鸟类尸体还是其他途径 这种情况在潜在影响不仅仅是引起恐慌 牛奶和鸡蛋的价格也可能上涨 受感染的奶牛产下的牛奶无法出售 而当检测到禽流感时 农场必须扑杀所有的禽类 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 这也是2020年鸡蛋价格飙升的原因 截至2022年的11月 在美国 十几个A级鸡蛋的价格已从1.72美元飙升至到3.59美元 最高峰时12个鸡蛋的价格高达4.82美元 我们刚从新冠阴霾中走出 没有人想在回到那个疫情笼罩下的生活 所以面对H5N1禽流感 大家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